樊振东报警跟踪多日闯入房间的美女球员是谁呢 刘国梁不该犯错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乒乓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就帮忙点个赞谢谢 一夜之间樊振东上了热搜 可怜的樊振东遇上了事情 更加可怜的是此前为了避免饭圈的文化 樊振东特立把自己的社交媒体给关闭了 这也让樊振东在这个夜晚只能找自己的球迷会借来社交媒体用来发文 樊振东这边是啥情况呢 六日樊振东的一张报警回职流传在网络上 很快樊振东也是站出来回应 樊振东表示谋理是跟踪自己多日 确定小胖在酒店的房间号后 又通过酒店前台拿到了房卡 在樊振东上午外出期间 谋理是多次非法进入樊振东的房间 以上事实有保洁人言和监控为证 樊振东已经及时报警 相信某理事会被依法处理 在通告中 樊振东呼吁球迷保持理智和边界 抵制犯迁文化 樊振东表示 此次的侵入时间对于其伤害很大 为了保障安全 决定停止任何形式接触 包括收起信件 樊振东的声明也是让事件真相大白 而进入房间的某理事身份也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某理事是谁呢 季西某理事是樊振东的狂热球迷 事实上这也不是某理事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 虽然樊振东多次讲喊话 可是奈何的是狂热的人根本听不尽其 而某理事这一次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动的代价 樊振东的事件上了热搜 刚刚连任的刘国良也是受到了质疑 为什么呢 此前王蔓逸的腰伤一直不见好转 近期有媒体报道 黑龙将队派出医疗团队来到北京给王蔓逸看病 活拼无法保障球员的医疗条件已经被吐槽 而如今 活拼的球员选择的酒店竟然能够被外人随意进去 也有不少球迷吐槽 这下是球员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了 讲真的 这些年刘国良在WTT的确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帮助中国乒乓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可是单单对外做的好的还不够 正所谓细节节定命运 当王蔓逸的事情 当樊振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作为很多年的国拼掌门人 刘国良不该犯这样的错 以国拼的财力和务力 他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